朋友给我设计了一个弓罐子 今天咱们就来挑战一下 罐子摆放的还挺整齐的 一共有五个植物罐子和五个鬼罐子 外加一个问号罐子 他对我说这个弓罐子可不简单 话不多说 咱们走着瞧 全部植物罐子砸开 三个攻击性植物 外加两个辅助性植物 中间这个问号罐子 咱们就堵一下 集中把植物放在第二行和第四行 第一把过的概率个人感觉比较低 这第一杂 就把二爷和大爷给请出来了 我这面子是有多大呀 咱们还是先得尝试摸索一下 到底有哪些僵尸 这大爷刚倒下 二爷就发狂了 第二路应该能挺住吧 挺不住这把就要玩完了 玩这种杂罐子一定不能着急 心态千万不能崩 就像我这样 即使被二爷偷了家 委屈的却是受伤的大夫 这种情形只能换个打法试一下 这一次咱们把坚果墙放在第二行 寒冰射手放在第四行试一下 利用坚果墙拖住二爷 冰西瓜再将其击杀掉 看看这样行不行 这二爷还会喷火的吗 不用嘴巴咬啊 直接上火攻 估计这把也挺玄的 这朋友给我设计的不是公罐的 是个坑马 看来是罪温之意不在酒啊 这冰瓜投的啥瓜呀 连冰瓜落在哪里了都不知道 反观二爷的确受到了实质性伤害 心疼坚果墙一秒钟 就快被二爷给烤没了 机枪巨人僵尸 我记得上一把是巨人僵尸 不是机枪巨人僵尸啊 还能这样玩呢 难怪这一关叫做变戏法 这还有得玩 第四路的植物就剩下个地刺王了 这个公罐子果然有毒 哪个小伙伴有破解之策 可以和我说哦 你们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毒辣的公罐子阵型 最对不起的还是大夫 这下又让你受苦了 实在没办法玩下去了 僵尸阵营太厉害了 要是给我来两个窝瓜就好了 瞧瞧后排 还有个机枪巨人僵尸 这雷给我埋的真身啊